能度量者,多具时运,狭隘难容者,多遭重恶,简单来说就是小气的人会受到很多人的讨厌,而现实生活中,小气的人其实不在少数,并且一眼就能看出来。 人心就像一砍秤,对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人都会有一定的分析和衡量,这是帮助我们在人生路上行走的重要标杆,而每个人心中的秤的尺寸是不一样的,因此外在的表现也就不尽相同。 一个小气的人,很容易被看出来,因为他们的身上往往会有这四种表现,对他们自己的人生有阻碍,而且在人际交往方面也会受到别人的厌恶。 是需要克服的,欢迎订阅《酒窝谈国学》,每天与你分享新知识,千万不要错过下期精彩,做事缺乏眼光和决断,为何轰轰烈烈的项羽最后会失败呢? 原因除了太自傲了,还有没有远见,只求得一时痛快,目光短小,在乎眼前利益,结果丧失了人心,以暴制暴,才导致了他的失败告终。 本来项羽这个英雄人人喜欢,但是攻城之后,他变了,变得令人不寒而栗,爱是杀,在坑香城。 图贤阳,只因有人传言,祥祖有不满情绪,就怒杀了秦祥祖二十余万人,在德天下后。 火烧秦宫三月不灭,何等残忍,还有惨灭不服的齐地之人,刀刀见血,只为了让别人服服贴贴的,不然就杀戮。 除了誓杀还变了个样,就是失信于人,违背了先入关者为王,把先入关的刘邦赶走,德天下只把好的给德心手下,分风不攻,引发诸侯混战,导致自己疲于奔命,还把楚怀王杀于江中,背上了千古骂名,不得人心,给了诸侯起兵的理由。 最后,就是目光浅时,没有听取贤达人的意见,就连身边最好的谋士亚父范增的意见,也听不进去。 在鸿门宴上范增见项羽不作为,气得说,爱,不能和这帮无知的小子共谋大事,夺取项王天下的人,一定是佩公,我们这些人将要被他俘虏了,由此可见,范增谋士有很深的感知,知道此人不出,日后壮大起来必吞天。 汉王三年,项王、项羽多次侵入永道而夺取汉军的粮食,汉王军粮困之,感到恐惧要求与楚和解,华哥行阳以西地区为汉国的风土。 项王想同意,但范增劝说,汉军很容易对付,现在如果放手,将功亏一篑,于是他们派兵包围了行阳。 汉王见此危机四伏,采用了离间戒来对付项羽与范增的关系,使项羽怀疑范增和汉王有私下联系,剥夺了范增一些权利。 范增对其大怒,天下事情的大局已定,君王您自己治理吧,希望您允许我辞官隐退,让我回乡为民吧。 辞官后,范增在路途背上的毒窗,发作而死。 有人在项羽得天下后,劝导项王说,关中地区有山河可以倚仗,土地富饶,可以在这里建立都城,而称霸天下。 可是项王不认同,他认为,富贵不归故乡,如同穿着锦绣衣裳,在夜间行走一样。 有谁能知道我的荣华富贵呢? 那人见说不动他而说,人们说,楚国人像是弥猴戴了人的帽子,果真是这样,气得项王把那人烹杀了。 从此,项羽走向了绝路,身边没人敢直言,只有那些小人天言蜜语,加上自己的武断独行,自傲不把别人放在眼里,觉得武力可以解决一切,可想而知,孤家寡人的他,众人皆盼,命运可想而知这样。 相反,刘邦以土地和权力共享,任属贤Giom到诸如萧河,陈平,己信,周科,韩信等人的拥护,这就是得道多助。 施道寡助 只能看到眼前的表象,而不能拥有长远的眼光和果决的判断,这样的表现会让他们在人生的路上无法抓住重要转折和机遇。 从而难以对生活有所改变,因此,这样的表现是需要克服的,做事情学会去全面考虑,并且不能优柔寡断,才能抓住机遇,小气的人生谁会喜欢呢? 送礼交往,只进不出,缺乏眼光和决断只是一方面,还有一个表现也需要克服,俗话说,来而不枉非礼也,人际之间的礼仪来往是永远都无法绕开的课题,来往两个字就已经阐释了礼仪之间的奥秘,那就是有来有往,有去有回,才能把人际关系维护好。 有个预言说,一只猴子死后,见到了上帝,他恳求上帝让他下辈子做人,不要再做被人戏耍的猴子了,上帝答应了他,不过提出了一个条件,让他先做成一件事情,然后上帝叫来几个带着镊子的天使,让天使们按住猴子,把他身上的毛,猴子吃不了这种痛,呲哇乱叫,愤怒地向上帝抱怨,仁慈的上帝啊,你为什么这样折磨我,简直比那些人类还残忍。 上帝没有生气,笑着对猴子说,你既然要想做人,那首先自然就得拔掉身上的毛了,否则,拔一毛不为,如何能做人呢? 很明显,这里的拔一毛而不为形容的就是那些太过吝啬,待人抠门的小气之人,这种人往往为他人所不喜,所不屑,因为他们凡事不想付出,只想收获,不愿意分享,更不懂得奉献,像这样的小气之人,你即使在付出真心,或者对他付出的再多, 他也不愿意对你有所回报,小气的人往往格局很小,在人际之间的送礼交往中,只进不出,一毛不拔,没有人想做冤大头,没有人愿意一直吃亏,小气的人,这种只进不出的表现,逐渐被身边的人发现之后,立刻会对人际关系造成影响。 因为他们不懂得付出,所以自然没有人愿意与他们深交,为了一点礼品而失去了很多朋友,这真的是值得的吗? 因此,这样的行为一定要改正,学会付出,不要把鸡毛蒜皮的小利益看得那么重,朋友的价值远高于这些外物,做人要之来往,才能守情义。 聊天总是鸡毛蒜皮,小气的表现不仅仅体现在做事和与人来往中,日常的谈话中也能体现一个人的性格,小气的人因为那份狭隘的目光,以至于他的眼睛总是游离在生活中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上面。 并且会为这些东西斤斤计较,而本人却乐此不疲,聊天永远都是这些话题。 一个人的谈吐和关注的事物决定了他的格局,如果与一个小气的人聊天,那么话题永远都会围绕着那些毫无营养的鸡毛蒜皮展开,这种交谈是毫无意义的,所以这也会让很多人厌恶这种交流方式,自然朋友会越来越少。 因此,小气的人一定要懂得改正这样的行为,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的有意义的事情上面,而不是纠结于鸡毛蒜皮,这样才能打破这种局面,让别人更乐意于跟你交谈。 喜欢背后说别人坏话 当然了,除了以上的几种表现以外,小气之人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,就是喜欢在背后说别人坏话。 因为小气的人往往心眼都很小,相对来说十分记仇,因此别人哪里触犯到了他往往都会被记在心里,虽然不会当面表现出来,但是会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。 被之毁我者,贼也,不可于也很早的时候,我国的古人就已经对背后说人坏话的人表达得强烈的不认同,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,背后说的坏话很有可能会传到当事人的耳朵里。 而且,很多人也对这种行为十分的反感,久而久之,自然就会有诸多矛盾的产生和许多朋友的离去。 因此,这种行为是一定要去改正的,有什么当面说清,不要在背后说别人,这样才是真诚的。 在聪明人的眼中,小气的人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,因为他们会有以上那四种表现,而这些表现一定会对他们的生活和人生造成影响,需要改正。 每个人的活法都是不一样的,有的人把生命理解为互窥互叹,小气至极,有的人把生命诠释为大地长天,远山沧海。 你的性格决定了你的格局和成就,是影响一生的因素。 你身边有没有这种人呢?欢迎大家跟我一起在评论区交流,记得点击订阅,不要错过下期精彩。